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提前课的时间 在这一课中,我们会继续 但愿只有生活面面观 我们将会学习冲突与压力的影响 冲突与压力的影响 在本课结束后 学生们将会解释 了解到家庭里冲突与压力的影响 家庭里冲突与压力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不和谐的时候 就是可能关系不融洽不好的时候 时常吵架 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和谐 他们就会经常的发生冲突 然后这些冲突就会导致 个人的思维偏极极端 就是他的思想比较负面的 就是可能会自杀、自杀等等的负面情绪 然后他也会出现忧郁的倾向 就是不开心的感受感觉 然后有些人会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能会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从而造成家庭悲剧 比如说一个丈夫失业了 他可能会对自己的妻子或者孩子进行家暴 然后会导致离婚收场等等 所以这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后才会导致家庭的悲剧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各种造成冲突与压力的情况 从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正在抢着玩玩具 然后弟弟不想把玩具让给哥哥玩 所以哥哥就把玩具摔坏了 并且说到不给我玩 你也别想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 其实算翻都一干里浪 可能一个人玩半小时 人流完 然后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玩 而不是把玩具摔坏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造成冲突的发生 然后在第二张图片中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父母都会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在孩子上学 所以当你的孩子 都争先恐后要坐前坐前面的位置时 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以人流的方式来坐前面的位置 可能早上的时候弟弟先坐前面 然后放学的时候 有姐姐坐前面 人流的方式这样是最公平的 这样也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 然后从第三张图片中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父母 都是万子成龙万女成凤的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一些乐器 来发展他们的左右脑 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比较出色的小朋友 所以从头边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对父母 他想要让孩子学习感情 然后女儿却不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父母应该站在孩子的立场 讲一讲 他自己选择要学习什么乐器 而不是逼着他去学他不想要的东西 以避免造成家庭冲突 然后在这张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爷爷正在纠正 怎么他的孙子要求他 并要求他做要做的短正 这是要有正确的坐姿 我们都知道正确的坐姿 对我们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当爷爷告诉我们 晚辈要做的短正时 不要把脚放在桌子上 我们应该听从他们的话 因为这是非常有礼貌的行为 而不是对爷爷说 我就喜欢这样做 这样回答是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所以当同学们面对任何难题与困境时 不满的情绪与极道的行为 只会让情况更恶化 所以想要解决家庭冲突 必须了解冲突的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冲突 然后接下来要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 处理那个问题 这样才不会感到束手无策 也不会因为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恰当 再与家庭成员发生冲突 所以先了解原因保持冷静 然后才想办法去处理那个冲突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冲突和压力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我们都知道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无法得到缓解 将使人长期处在压力的状态 所以压力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 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压力于人体 压力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 这是它会引起消化不良 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情况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压力于不良的行为 所以压力会造成哪些不良的行为呢 有一些人会以吸烟喝酒等方式舒缓情绪压力与疲劳 这是他们会喝酒啊吸烟啊 用不好不逃的习惯来疏解他们的情绪压力等等 然后压力对我们的情绪认知有什么影响 这是我们的喜怒哀乐 这是动所周知 压力会让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不能够装心 然后我们的记忆力将会下降 我们会时常担忧焦虑 就是很容易担心一些事情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压力与疾病 压力会造成什么疾病呢 它会引起过敏气喘 然后会偏头疼 高血压 心脏病等等 所以它会造成不同的疾病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压力与关系 压力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关系呢 压力过大会造成情绪急躁 然后导致沟通不良 这是很容易发脾气 然后不能够正确的明确的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正确的方式来疏解我们的压力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压力与家庭 压力会怎样影响一个家庭呢 压力会让一个人坚持己见 强持夺理 这是坚持自己的 虽然知道自己的是错的 他是无法接受大人的意见 不能够接受 别人往往别人说的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所以从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知道压力对我们的人体 人体健康等等关系 所以家庭都会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所以家庭冲突呢 它会影响家庭的激光 不怕家人之间感情 只能不开心 从而感到压力 而伤害健康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恐怖 来同学们请说一说 当你与你的家人发生冲突时 你的心情如何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同学们可以和安山的同学分享一下 你们的心情 然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